湖南韶山以河长治带动全民治水 让每一处水面长治九卿 相谈12月2日电 初冬时节 在韶山市韶河之滨 不绝于耳的欢笑声与勃勃水流声相互唱和 青年水户边 如之游人的亮影与银铃波光相柔相映 2021年是强化河长治的关键之年 韶山市坚决扛熬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政治责任 以河长治工作为抓手 全民治水 综合施策 使水环境持续改善 省控考核监测水环境质量 全民达标率达到100% 一幅水质良好 河流畅通 暗线优美的生态化卷正在当地徐徐展开 张金辉说 在当地 像他这样的志愿者有很多 往水里丢纸巾 矿泉水平的情况已很少见了 据悉 该是由市级党政领导 担任市级合长 乡镇负责人担任乡镇合长 环保志愿者及社会公众人士 担任民间合长 并留辖区派出所所长 教导员或干警担任河道警长 各建起横向道边 纵向道底 关联同志 警行衔接的合长制工作网络 其中 各级合长作为和刘总指挥长定期巡河 租到首和有责 治和尽责 民间合长作为合长的补充 旅行宣传员 信息员 监督员 清洁员职责 及时发现 报告问题 勺山是力求消除勺和上流的水质影响因素 高度重视罢钱垃圾 暗泊拉机 河道两职 废水排放等可能导致水质变差的问题 整合生态清洁小流域 面园污染治理 不达标水体整治等项目资金 通过与污分流 清淤整治和上游污染源治理 清除水库淤泥6.5万方 新建合修复缓道18公里